熊狮旅游现在积极拓展企业的版图 董事长王文杰指出了旅游市场需求持续扩大 预估今年出境的人次会达到1100万人 渴望支撑全年的营运 现在除了加速全球拓点 也不排除以并购的方式来扩大市战 另外熊狮会在9月24号挂牌上市 成为国内继凤凰之后第二家的上市旅行社 招牌小平头加上魁梧身材 他就是熊狮旅游董事长王文杰 不为景气低迷 熊狮累计上半年税后存益达到1.62亿元 超越去年全年1.36亿 EPS2.65元 在暑期旺季义注下 7月营收更达到18.71亿元 创下单月营收新高 我们照目前就是照进步 它为今年的第4Q一定可以完成 熊狮预期今年出境人数 渴望创新高达到1100万人水准 抓紧机会加速两岸设点 不排除以并购的方式加强市战 另外也将启动东南亚布局计划 除了既有泰国分公司之外 也规划在增设马来西亚 以及新加坡分公司 熊狮进军东南亚可以说是火力全开 随着上半年营收获利双双创新高 熊市预计将在9月24号挂牌上市 反观国内第一家上市旅行业者凤凰 虽然上半年营收年增19.17% 但EPS却比去年0.92元大幅下降 只达到0.52元 市场预期等熊师上市后 极有可能会掀起一波比加效应 夫人学路关于台湾上市